古人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最近一种被称为书本角落的装饰趋势 正在悄悄兴起 运用一点创意将书党摇身一遍 更增添阅读的乐趣 他们神秘地盘踞在书架的某个角落中 大约和书本等高 厚度约有两到三本书一样厚 看起来他们和娃娃屋 和细长的夕阳记有些相似 当他们跟众多书籍陈列在一起时 好像书架上有一个通往奇幻世界的通道 一不小心就会被吸进去 把人从现实带往想象的王国中去 仔细看这里头其实精心制作了很多工艺元素 例如灯柱 标牌 花盆 窗景等 甚至是逃生通道 它们才只有纸板或木材 都只有逼真且写实的外观和感觉 只有在浏览书籍时 在架子上看到它们 读者才会意识到 原来这所谓的风景是一本书的角落 作品中的照明让这些小型雕塑 令人惊叹不已 童话般的灯光从房间投射出来 仿佛邀请人们进到这些神奇的地方 现在在国外 这些创意书党已经成为颇受欢迎 许多爱书人也将这种DIY的手作工艺 带进自己家的书架 增加阅读乐趣 也许多爱书人也将这些神奇的地方